各位馬拉雅 各位馬拉雅 不夠睡得眼腫了 開車開到三點半 一直由華盛頓 開上來波士頓 明天去印度 沒所謂 飛機到太多時間補數 昨天我在車裡也聽到 錢志健說起關於黎智英 剛剛半夜開車的時候 他說半小時前 昨天下午 就聽到黎智英判五年多 這個是必然發生的 沒什麼好評述的 共產黨在它現在的政策 他們覺得整件香港的事情是黎智英搞起的 就是說宋宗啊 佔中啊 又抗爭 因為蘋果日報在那補 共產黨的事情就很簡單 就是找人賴 賴智英 實際上我記得那時候佔中的時候 黎先生已經差不多了 基本上都不是指揮的了 只不過是參與而已 參與一下 那個佔中的體育根本沒有這樣的指揮 但是共產黨永遠都要問人 覺得他自己造反有頭的嘛 有領袖的嘛 現在人家反他 他就覺得有領袖 一天就抓住那個領袖 以為一輩子禁固了他 他就不出來搞事了 哎呀 比起那些年輕人 他真的比較講講法律 講和平 那些年輕人的 將來如果這樣下去 只有武裝抗爭 人家和平抗爭 他就不接受 是吧 用報紙 用媒體來抗爭 他就不接受 那最後得到的結果呢 就是 最終就是用武力抗爭 這個遲早走這條路 當然的 永遠都是的 人家和平得不到的東西 就用武力了 這個沒得說的 不是誰錯的問題 這樣判一路找理由判他 北京呢 雖然就不想跟他釋法的關係 一個外國律師釋法 我就被人走過頭 不過實際這些事情呢 他都可以判而已 照樣搞定了法官就行了 這個問題可能 他們搞不定了法官 所以就想調走了他的律師 所以 看一看吧 今天共產黨的政權 就不變 黎先生都在裡面了 都不會沒什麼機會走出來 等於我們一樣而已 如果今天政權不變 我們回香港也不可能 一樣不一樣 我們就選擇了在海外抗爭 黎先生就選擇了在香港抗爭 他這件事都是一種 很大影響的 是不是? 現在全世界看到香港 看到這樣判黎先生的話 還有判 是不是? 拘留他 非法拘留他 人家那些外國人 哪裡還來和你做生意呢? 黎先生是一個上市公司的主席 你拿他所有的餐益 基本上就沒收了 接著就這樣判他 又不讓他用外國律師 得不到司法公正 你說有沒有人來投資? 那些不可能的 就是人家外國人 明白普世價值的人 那些人就覺得 哦 黎先生都得不到保護 為什麼我會得到保護? 如果大家有把官司的時候 或者有什麼 大家說不定的時候 你說了 是不是? 法庭都是你控制了 所以這件事情 這邊就要上招商 要人才 那邊就在破壞 所以一隻手和一隻手打 就是這樣 共產黨永遠都是這樣 所以他搞經濟永遠都不行 他不會放棄 政治大於經濟嘛 永遠都是政治行頭 那你世人給人跟你搞啊 那時候有個蕭建華就拉了回去 他以為蕭建華 大陸人而已 沒什麼所謂 而且他的錢都是從大陸偷回來的 是不是? 或者非法得回來的 我現在抓他回去 沒問題 他不明白法律了 這條小子 就是我講習近平 沒學過法律 他不知道法律下面的個個平等的嘛 你抓得蕭建華 就是你任何香港人都抓得了 你這樣綁架他 你就是任何人都綁架了 所以為什麼那些人出來送中 出來示威呢? 不想做蕭建華嘛 是這麼簡單的 是不是?不是保護蕭建華 就是蕭建華那個人身自由 還有那個應該受到的法律保護 是應該跟我們一樣的嘛 他不明白的 他完全不明白 法律下面個人人平等 沒有的 在大陸沒有的 所有的官員 官員的親戚朋友 全部可以開後門的 不講法律的 這個就是中國的 就是我們不要為了黎智英那件事 我們討論很多 沒意思的 任他判的而已嘛 所以Lucy叫我說 不是 我很尊重的事情 第一 我離開香港的前面 都跟他吃了兩三飯 但是這個沒得說的 共產黨的事情是沒得說的 這就算小事了 這個 搶了你財產怎麼辦? 搶了你老婆怎麼辦? 搶了你家怎麼樣? 然後迫害你又怎麼樣? 你看看法輪功 做哪件事就得罪了它 你看 活摘器官 死了很多人的 共產黨建國之前和建國之後 一共殺了多少人? 害死了多少人? 二千萬計的 所以判了 判了幾年 實際來說 比起他那些殺人 謀財害命 就是謀財害命 是很小一件事的 當然我也很同情黎智英 而且這個東西影響很甚遠的 尤其是他如果還不想和世界做生意 派一些寧波 作為全中國派一些商人出去照相 一邊說照相 這邊就破壞 香港的法律都保不住了 不要說大陸了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 就是智商矛盾 那些為什麼我出來 你今時今日要中國的經濟好 很簡單而已 沒共產黨就好了 鄧小平就懂得說改革開放 就是說 我們共產黨的套東西收買了 不要韜光養晦了 不要被人看了 不要暫時放在一邊了 是不是? 就是民生 經濟為主 就是一天他不放棄共產主義 現在就不同 不同三四十年前改革開放的初期 現在沒有人相信嘛 你破產了 你名譽破產 政治破產 經濟破產 全部破產 衛生 健康都破產了 這個就是現在實際情況 一窮二白 他們不清楚 還以為很強 邀請習近平去沙特阿拉伯 說想用人民幣來買石油 這件事實際是老早 沙特阿拉伯已經成了 老早有協議的了 不過他想盡快實行 他知道自己的美金將來會缺 那他給他買人民幣怎麼樣呢? 譬如我隨便講的數字 買100億石油 用人民幣 沙特阿拉伯說我收到你100億了 那我呢 或者給你買70億中國的貨 沙特阿拉伯說人口不是那麼多 用不了那麼多中國貨 還有那些人有錢呢 就不會買那些大陸便宜的 他在歐洲有很多好東西 他賺這麼多錢 他想買那些大陸便宜的 但是呢 都是消費一下 總之或者我有些工程 沙特阿拉伯有些基建工程 就找你來建 那就大家對回那條數字 那對不夠怎麼辦呢? 你說這個問題就對不夠怎麼辦? 就是說呢 就是說沙特阿拉伯手套還拿著人民幣 沒有地方使用怎麼辦呢? 那它就可以跟中共說 中共就擔保它了 你可以 譬如有多久 你可以提出要求 我就換黃金給你 中共過去的50年 就一直都在收 就沒有賣 收黃金 它是以千噸黃金計的 有一個儲備 黃金儲備 以千噸來計的 所以它認真 你相信我 你看我有這麼多黃金 如果你要求三個月 你多了人民幣出來 你要求三個月 我就換黃金給你 俄羅斯都是儲了很多很多黃金 俄羅斯是黃金大國來的 中國雖然沒有俄羅斯這麼多 但是都一直有採礦 一直開礦 一直就賣 但是它下面那些紙金 那些公司 你可以看到 就不斷在那裡開黃金 不斷在政府賣翻 這個政策就是為了將來人民幣 不過這個是形式來的 這個是形式來的 講到最後你不夠 你都要找黃金頂住 實際人家不是信你人民幣 人家是信你的黃金 那這些東西呢 譬如長期 五年之後 十年之後 實行了五年之後 十年之後 那些人覺得人民幣都信得過 是不是我換了 我真的拿去換幾次換到 是吧 那中共的環境都搞一帶一路 需要很多 需要很多那些項目 那些路啊 橋啊 上水道 下水道 機場啊 高鐵啊 什麼那些 你起了它就幫你起了 那就等於用這些項目 來還那些油錢 那這個都是一種促進 這個實際就是一帶一路的部分 基本上呢 實際不是人民幣 而是大家呢 以貨易貨 那個差額呢 就用黃金打夠 人民幣只不過是表面而已 你叫人家拿著人民幣做儲備 根本就不可能的 這個只不過就是做一下樣子 給你面子 說到最後就是以貨易貨 差額用黃金打夠 那這件事情呢 就會做的了 那對美國有沒有影響呢 實際是沒有什麼影響 是不是那些生意都是大陸做了去的 那只不過是 不用美金做儲備 不用美金做儲備 用黃金做儲備 實際跟人民幣不是很大關係 它實際可以記象都可以的 你買那麼多給我 我買那麼多東西 給你的差額用黃黃金打夠 這個實際根本就不需要用人民幣 只不過它又要宣傳一下人民幣是儲備 它就以為呢 非洲國家第三世界很多國家呢 就會用人民幣做儲備 做儲備的 發夢了它 哪裏可以呢 有美金有得選擇 我用你沒得想 不用想 就是你那個人民幣根本就是 你的國家不夠強 你的經濟不夠好 你的人民幣的價值 今天你說有而已 明天你的政權被人推翻 習近平被人推翻 中共有什麼意欲 人民幣是誰保護的 它說今天可以說換得黃金 明天不換得怎麼辦 這個就是它這次去沙特爾 在八十年 它成立那個叫金磚 金磚 不是四個 原本四個就變成五個 搞了一個新發展銀行 原本就叫金磚銀行 來改名 總部在上海 我和他們都很熟 他們就是實際上推運人民幣 你那些很多國家要開發 是不是要借錢 或者什麼項目 就說好 我借給你 我借人民幣給你 你就來回我們中國 我們就派一些工程堆出去 和你整個建築了你的人民幣 知道實際就是人民幣為名 實際它就是一帶一路的那些項目 只不過是一個貨幣的叫法 實際你說人民幣有沒有去到外國流通 根本就沒有 有沒有人在街上拿人民幣來買東西 沒有 俄羅斯現在有迫著 沒有辦法被美國制裁 現在人民幣在俄羅斯街邊 就可以換到牢布的 現在就洗牢布 還有有限的交換 有限的在銀行那裡可以換 但是多的就不行 所以蘇聯的大陸人去到俄羅斯 可以拿人民幣換一些牢布來洗 但是盧布洗淨當然是換回了 盧布本身就是一個 去到外國一個錢都不值 只是在俄羅斯可以買東西 俄羅斯原本 我前兩年在俄羅斯還是那些錢 可以隨時換得到 差不多一對七十左右 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你拿拿大陸的盧布去換美金 就換不到 就沒得換 它不夠了 自己也不夠用 政府也不夠用 很少量就給你換 現在很多俄羅斯 因為不想參加烏特蘭的戰爭 很多俄羅斯的男人 全部走 泰國都走 一直去到泰國 泰國的酒店都包了 都有些不少人有錢的 去到就避開了 普京就玩完了 只不過是幾個月的問題 比它多留幾個月 這個就是去沙地阿拉伯的原因 其它的合同都失去 關鍵還是實行了幾年前 他們那個協議 就是要人民買石油 對美國來說 對美國來說 一點影響都沒有 完全沒有影響 只不過是名義上 如果美國又大量入口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 美國根本就是自給自足 拜登就 這裏我就說回整件事 就是 葉簡明 亨特拜登 整個石油政策 我們第一要搞清楚 美國以前沒有那個熱岩油 熱岩器之前 那些大的油公司 他就在中東買很多油 那些油 那些石油 很賺的 那些是正常的開發 不是說熱岩油 熱岩器 正常的開發 就是2元左右 是同油 就是地下飄出來的 根本 滾點水下去 地下飄出來的 沒有技術的 轉幾個洞 那路飄了幾年之後 油井就起了它 跟著又轉過那個洞 就是下面是油來的 他們都知道了 全部現在的科技 連衛星都探討到油在哪裏 這個就是正常的油來的 那他們的油公司賺很多錢的 跟中東的那些加起來 那你說 60元桶油 2、3元成本 中間這麼大的東西 有排分 有排分 那當然了 中東當然拿大塊了 那中間有些小塊 大家 你一下我一下你 那這個就是以前的基礎 哪知道美國發明了那些熱癌的氣 熱癌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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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癌的油是什麼呢 就是油和氣 藏在那塊岩石裡面 那些是半成熟的油 半成熟的石器 石油 天然氣 那你如果壓迫它的話 你壓迫它的話 它叫做fracking 英文叫做fracking 怎麼樣呢 它用一些鵝春 鵝春石頭 下去 然後用很高的水牙 不斷捲它 那這些石頭 碰到一些岩石 就擠了一些油 還有擠了一些氣出來 先頭只是擠了一些油 沒有很開心的 那些油 貴就貴一些 那譬如 那時候五十塊的朋友 有價氣到七十八十 那有錢就對了 有個去位 那壓壓一下 又有氣出來 又有天然氣出來 可以燒得的 那時候就沒有管道 那些油田頭 田之間沒有管道 那些氣就沒有辦法了 有毒的那些氣 那些是天然氣來的 如果平時吸了它 都是有毒的 一定要燒了 那燒了它 那時候看到的 現在也是 現在德州 接著太平洋那邊的德州 接著墨西哥那邊 新墨西哥那邊 它也是 那時候還沒做得切管道 沒辦法吵 那些氣就燒了 所以晚上飛機經過那時候 哇 很光的 因為它火燒在燒 有時候你看到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最近 過去那幾年 它就懂得 怎麼樣管道收了它 或者壓縮它 變成一個液體 液體 液體 就是LNG 液體天然氣 然後呢 或者它就管駁過來 就一直駁進去 整個美國系統 美國的天然氣管道 是全世界最發達的 最多和最發達的 那麽就變成了 那天然氣 根本就是免費的 根本就是免費的 那就是拿油的時候 拿天然氣 但是現在開始的性 調轉了 汽車呢 就開始電動車 越來越多了 油的需求 就越來越少了 那反而呢 將來天然氣為主 美國發電 天然氣 還有很多用場 天然氣 一樣可以提煉那些石油產品的 那天然氣乾淨 燒完之後 當然都有那些二氧化碳 那些就給不到 但是呢 燒出來那些呢 如果用煤燒出來 那些裏面有 瘤啊 就是收塊瘤啊 瘤酸啊 很多其它雜質的 那有PM2.5 對那個肺好不好的 那如果你天然氣燒出來呢 就沒有這些問題了 那現在呢 就變成了 那些熱壓器和熱壓油 發生之後呢 變成了有兩個公元 熱壓器和熱壓油呢 有那些中型企業 就是有幾百萬 一千萬美金那些人 都可以投資 但是那些大的油井呢 講的那些兩敏三個同油呢 只有大的油公司 但是好像特朗普的時代呢 就是這個熱壓油 都有了差不多十幾二十年了 由開始到美國人發明的 美國的石油那個首都呢 就是少林寺呢 就是喉斯頓 所有全世界的油的技術 都是在那裡開始的 那幾間大河那些是少林寺 所以你們那時候看那些很舊的戲呢 那間巨人 那一齣戲叫巨人 就是那些油都會噴出來 那一齣是德州 那個叫Rock Cousins 那麽德州就是實際上 全世界石油那裡是最尾的 但是自從有了熱壓器 熱壓油 熱壓器 熱壓油 美國很多地方都有 所以在飲料 斌夕維尼亞 去到North Dakota North Dakota 德州就肯定有了 所以在很多地方都有 因為它沒有成熟的石油呢 在石案裡 就是很普通的 事實在在英國都有 當然你這樣逼它的話 有時候地下有一點點地震 就不是很嚴重 開頭的時候說不環保等等 說引起大地震 實際是小地震 你這樣逼它的話 它中間有兩個辦法 決一決的 形成小型地震 一點都不重要的 所以這兩派人 大的石油公司和小的熱癌氣 熱癌油的公司 實際上就發生了很大的矛盾 這些小本生意 就扎形之間進入去能源 又有氣 又有油 大公司不是很不值 大公司是虧水 還有大公司還要百分鐘由中東那邊進來 那美國的熱癌氣 熱癌油 做到美國 特朗普的時代已經有多到可以出口了 那那幫石油公司就很不開心 知道他們的淺土非常之暗淡 因為汽車整整一下就用電池了 就不需要入燃油或者入柴油 那他們那時候 我記得五年前 我去到德州 我跟他們很熟悉的 他們都沒有辦法 迫著沒有辦法 他們都想做而硬氣而硬油 就是知道特朗普 那時候特朗普就鼓勵這件事 搞到自足 自給自足 但是他們做不到那些小公司 那些小公司很專業的 你是負責轉窗的 我就負責提供那個熱癌裡面的 那個熱癌機或者那些鵝鵞 然後出到你怎樣 那整個東西就是非常組織的 那些小公司的效率非常之高 但是很專業的 那麼擠了出來之後 你用火車運走 火車運走 火車運走 因為沒有那些油 就用火車運走 現在中步中步形成那些本土網絡 就可以搭進去那個所謂 少少少處理一下 乾淨一下 就可以進去美國整個天然氣網絡 那這件事生意很大 搶了那些大小公司 那這件事發生的 我就很清楚 很少人講這些東西 拜登就看那些石油公司 就從拜登就想他幫幫忙 因為石油公司開始淪落 賺不到自己給那些小公司 現在又搶了他們的衣服 雖然他們成本貴 但是他們投資少 而且轉彎快 一游就馬上開到 如果不是 那些大公司 你知道官僚主義 一個油井 開個油井 由決策一直到造成 分分鐘一整年 人家那裡一個月就已經開始出貨了 所以變成了 這些大公司在想另外一套東西 給妳看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